大家好,我叫Stefan,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网城房聊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加拿大魁省的不同的房屋的类型 今天呢,我们主要介绍有这个独立屋 主要介绍这个民用的住宅 商业和这个工业的住宅 我们到之后去给大家做个介绍 今天主要介绍大家常见的这个民用的住宅 地上第一类呢,就是独立屋 大独立屋呢,就是拥有自己的独立产权 我们的法语叫做unifamilia,或者detachee,或者是英文叫house 主要有平房,还有什么呢,bengalow high ranch 还有这个山坡,或者是不到平房 还有错层的平房,还有错层的这种独洞 还有这两层的独洞,还有一层半的独洞 还有这移动房 这个就是我们的就是unifamilia的一大类 那么我们还有这个半独立屋 半独立屋呢,法语叫什么unifamilia,或者是semititachee 那么还有这个第三大类的帘牌 这个地方就常见的就是有这叫镇屋 叫做maison en hongé townhouse 还有这种多个家庭住宅 例如我们这空洞 一种大楼里面有很多的空洞 92套或者是120套 在蒙特利尔这个有些加拿大一期 二期三期 里面有很多户的一种空洞 这叫公寓 还有一种就是投资房 投资房就是说一栋楼里面有一个产权 两套房 duplex 或者说是一个产权 三套房 typlex 或者一个产权 四套房 gattuplex 或者说多个产权 一栋楼里面有多个产权 15套房 20套房 这叫投资房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出示一下这个草图或者照片 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接下来我们从这个电脑上给大家操作一下 好 谢谢 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这个网城房疗频道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加拿大魁省房屋类型 这个详细的介绍 我们给他这里做了个大纲 它首先呢 我们看到一个这个A 独立屋 叫Unifamilia de Daché House 独立产权 这里下面有个大概七 七种类型的房 独立屋 首先有平房 Bungalow 华语叫Mélo de Plampier 第二种叫Bungalow High Ranch 找不出一个中文的 因为它们两个比较像 里面的结构不一样 一会我们给大家详细介绍 第三个就是山坡或者步道平房 第四个就是错层 第五个就是两层的读洞 第六个一层半的读洞 第七个移洞房 接下来有一个B呢 就是半独立屋 Humile ou Semi di Daché 比较常见 联牌 C是联牌 Maison en Hanger Townhouse B呢就是多个家庭住宅 这个相比我们这个是 Unifamilia 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多个 Mudifamilia Mudifamilia 这个常见多的最多的 我们就是这个公寓 公多密尿 还有这个投资房 Duplex Tiplex Gadduplex Mudiplex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做个相机介绍 好 我们说的独立屋啊 我们刚才讲了 Unifamilia Data She 或者House 就是说它有自己的独立产权 你有自己的门牌号 有自己的信箱 自己的院子 前院 后院 有时候有自己的游泳池 这就是说你自己的活 你得自己干 冬天铲雪 夏天除草 泳池的每年的关 到了冬天要关 夏天要开 这个你要找一个专业的公司 去帮你去做 那如果你动手农历强的话 那么你也得自己去做 如果不懂的话 那就花钱请一个公司 帮你去铲雪除草 开关游泳池 或者说有的人呢 他不喜欢有这个 不动的游泳池 那你可以选择一个 不动不需要有游泳池 这个独立屋的生殖空间呢 就相比这个 连排啊 公寓啊 或者说半独洞啊 都比较高 这个独立屋的房屋类型呢 都有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 有这个平房 大家经常在 到了这个 蒙特利尔 经常说奔甘罗 就是英文 法语叫什么 Maison de Lamp 因为奔甘罗叫的比较多 比较上口 所以大家都叫奔甘罗 它的意思就是 地面只有一层 地下室和主层呢 面积一样大 房子的入口 通常高于地面 或者于地面持平 有几个台阶 或者没有台阶 有楼梯直通地下室 直通地下室 地下室后墙呢 有几个小窗 主卧呢 通常呢 这个主层呢 通常有两到三个卧室 有厨房客厅 或者呢 主层呢 有一个卧室 然后接下来是两个 四卧 在这个地下室 它有的时候 有室内车位 或者是是 没有室内车位 经常在外面 搭一个雪棚 这要分这个 分这个 分城市 允许不允许 如果允许的话 你要 如果不允许 你就不可以搭 有的允许是可以搭 给大家整个照片 大家看这个 温盖楼 占地面积比较大 它有个室内车位 它只有一个台阶 然后接下来 第二个就比较简单 没有一个室内车位 它的车孔停在旁边 这得有四五个台阶 然后呢 接下来这个面积比较大 有个室内车位 这个就是 占地至少5000平尺 像这种房子 大概在这个 蒙特利尔的话 或者说 大概有个六七十万 根地段 有的大概 介于大概六十万到九十万 第二个就是 Bungalow High Ranch B Level 英文叫B Level 就是跟平房外部 基本相似 然后呢 它是进入正人屋内的时候 有个主层的地板 比地平线要高 然后直通地下室 所以说这有两个楼梯 两个楼梯 主要是主层的地板 高于地平 所以说呢 这个叫做Bungalow High Ranch 这样做的目的 是增加地下室的高度 和采光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的房子的类型 它跟那个Bungalow的外形 都比较相似 跟平房外形相似 然后呢 它进去之后呢 你看它有楼梯 直接通向这个主层 还有楼梯通向这个地下室 所以这个叫做Bungalow High Ranch 那我们第三个 就有一个山坡 或者步道平房 英文叫Hillside Bungalow 或者是Walk Out Bungalow 这个特点呢 就是房屋的正前面 是标准的平房 你从侧面和后面看 它像是两层的一个读洞 它经常建在哪里呢 有一定坡度的地方 距离河边呢 湖边呢 会比较多磁力性的房屋 这类房屋呢 受欢迎呢 是因为它看起来 像位于地面以下 而地下室呢 可以有更大的窗户 或者有门直通外面 住户呢 你就可以不用爬楼梯 爬到主层再走到户外 一般的景色都会比较好 给大家一张照片 这样的话就直接聊到一些 你可以看外面的话 它就像一个打的平房 有它这个壁炉 烟筒 它这个正门是那车库 然后呢 你从它的这个侧面 从这个侧面 你就看到 它这个主卧 这还有一个侧门 它下面后面的时候 还有一个门 这就是它的这个主层 这是它的这个地下 你可以看到它这一二两层 然后呢 这种呢 就是说景色都比较好 可以这个夏天的话 你可以去 后面它有湖的话 你可以游泳 冬天的话 你可以去 在这儿划个雪 然后呢 秋天还可以赏枫叶 接下来错层呢 这个是每一层的居住面积 大约是这个建筑面积的50% 这个楼梯会比较多 这个错层的楼梯会比较多 而二楼的卧室房间也会比较大 这种样子给大家做一个 就是说你从这儿进来 这是个正门 正门进来之后呢 这是一个主层 上了楼梯之后 再上个楼梯 这就是它的第二层 或者是有的时候 这儿还有一个卧室 那么接下来的话 你再走楼梯下来的时候呢 这边也有可能是个卧室 或者这边是一个地下室 一个卧室 所以说这楼梯会比较多 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一个错层 外表你看不出 你看这个房子建在一个车窟的上面 它的楼梯就要上去 这个楼梯会比较多 然后有楼梯又下了这个地下 所以说这种叫错层 这种是独洞或者半独洞都有 但这种房子的话 建于五六十年代 现在也不太多建 两层的独洞 这种就是比较标准的 就是都高于八尺 高于八尺 高于九尺地 这个是储存高于九尺 比如说高于八尺 高于九尺 这种是楼梯直通第二层 也可以直通地下室 这种就是很简单明了 大家一看 大家华人的首选 就是这种标准的 这种大house 后面有游泳池 占地面积比较大 升值空间也比较高 这样的房子在蒙克莲岛岛内的话 大概也就是一百万 或者说到两百万 这种房子的话 大概是一百 这个在拉瓦呢 拉瓦呢 这个房子大概一百三十万 一百三十万左右 一层半 这个etage et demi de mi的时候 就是一半的意思 一半的意思 我们刚才说 这个de z dash 这两层基本上一样高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两层呢 不是一样高 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第二层的时候呢 它这个地方呢 有低于八尺 低于八尺 或者就是我们说说 两点四米高 低于两点四米高 那我们叫什么 一层半 这种是多建在这个 有山有水 或者这种就是那种 高大还是 或者说就是别墅 或者说是度假屋 会有这种房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种房子 你看它有棱有角比较多 有棱有角比较多 这就是有的 这个主卧呢 可能这个地方就低于这个八尺 然后呢 这个也是一种油角比较多 大家可以看 好 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移动房 Maison mobile Mobile 一看就是一个移动的意思 移动的房子 那这个房子就是在工厂里面建好了 建造好了 然后呢 找个车给你拉过来 然后在那一蹲 移动 没有固定的 它那个地呢 它不属于这个房东 你得要去租 租的话 每个月可能大概 根据不同的地段 租在乡下 经常租在一块 离公园比较近 或者靠近河边 靠近湖边 这个房子也比较便宜 大家看一下 这种房子 可以千万这边 这车拉起来 可以一拉就走 然后呢 这边也是 大概也就十二万 十三万这样的房子 半独立屋 Yumaleu Sumidita She 这种房子也比较多 现在建议的也比较多 半独立屋特点 就是两家共用一个屋顶 中间是一堵墙隔开 这个相比独栋呢 就是独立屋的价格优惠 也是具有独立产权 但是如果你要换屋顶的话 需要两家的共同的协商 这种就是说 你看这就是两个屋顶 两个屋顶 两个门 两个门进去了 这就是两个不同的产权 然后呢 两个不同产权 那么你将来如果这一边 你要换屋顶 要不你就只换你这边 那就不好看了 你去换个颜色深一点 它那样换个颜色浅一点 就不好看 两家歇商 价格可能会优惠一下 或者说这边的话 大家可以看中间一堵墙 分开了 这边一个城市 这边一个城市 这边一个门 这边一个门 这两家不同的产权 那就叫做 这个就是Sumidita She 这个也是 连牌 连牌呢就是 顾名思义几家共用屋顶 左右或者上下相连 打多一两层或者三层居多 前后院的较小 甚至没有前院 多为单车库 缺少隐私空间 类似于空洞和管理费 住户的供用面积和设施管理费用 比如小区花园的管理费用 业用室的管理费用 除草的费用 残血的费用 这个蒙特利尔这个连牌的价格 介于90到150万加币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连牌 这边还有 然后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个大家共用屋顶 共用屋顶 连牌 多个家庭住宅 我把它叫做Mudifamilia 这个就相对应我们刚开始的 这个Unifamilia 这个Mudi就是多的意思 刚我们开始的那个Uni 那个就是单个的意思 这是多个家庭住宅 那么代表的就是我们的宫斗 就是我们的宫斗 我们叫宫斗 我们其实叫宫寓 宫寓就是一栋楼里面的私人单位 承担一部分公摊面积 居住面积稍微小一点 它经常地理位置比较好 位于市中心 然后呢 周边是学校 商业中心 旅游景点 类似于我们这个唐人街 这个加拿大人一七二七 我还又癌了 这个唐人街又比较近 劳岗又比较近 蒙特利尔 然后经常有室内车位 然后呢 就是在加拿大冬季比较漫长 你要是有一个那个没有车位的话 你就天天出去扫雪 还得要热车 经常是年轻的夫妻 或者是家庭人数不太多 三口人买上一个四个半 就是两室一厅 或者说是买个三室一厅 或者老年人岁数大 独栋没有时间精力打理 就会卖掉自己的独栋 买一个空洞 安享晚年 为什么呢 你这一门一关 你想出哪里游 去古巴 去中国 去墨西哥 一门一关就走了 因为有人去帮你去打扫卫生 去打扫公共的卫生 你要是有个独栋 house的话 你就必须得去出草 残血 如果你不干了 那么就会有政府 就开成发单过来 有的大厦呢 专门针对老人家 就是专门这个老人 就是专门卖给这个老人 这个这边有医护人员 有餐厅 有礼花厅 有商店 有游泳室 精神房 抬头厅 你足不出户 然后呢 你稍微有什么事 它里面的护士 直接敲门过来 或者给你平气 给你去量血压 或者是测体温 但是这个就是空洞的话 它有一个空洞费 你要去付一下 因为这么多人服务 这个费用从哪里出 你每个月要出一个空洞费 这个空洞费的 大概的费用在蒙特勒 大概有两百三百四百 根据你的这个时间的长短 这个还有一个重要的 就是说这个空洞费里面 有一个风的配合样子 这个就是公共基金 用来就是说 万一有一天 这个关屋顶了 它一下子收你钱 你可能一下交不出来 那么平时在开始的 前几年的时候 它就开始收这个钱 这个将来你卖了房子的时候 这个公共基金的钱是不退的 这个提前你要了解一下 修电梯 换屋顶 修绿泳池等等 蒙特勒尔的公寓价格 这个介于 这个三十万到一百万 这个看你的地段了 有的时候呢 大家还经常会买个studio studio就出租给这个 有些生啊 就是里面就是说 卧室和这个 听似在一起的 小知识 老师茂的区别 老师茂是直接经过入口 进入房内 apartment和空洞秘匠 其实足一回事 就是你这里面有一个公共 这是空洞 进去了有个大门 进去了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电梯 然后才进入到你的这个房内 然后呢 这也是一个空洞 这个照片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也是个照片 这个密集性比较高 这种大家比较熟悉 再谈一下这个投资房 投资房可能大家不太熟悉 这个在魁省啊 比较常见 这当时是意大利的设计师 这个Due Tree Ga Mudi 大家可以看到 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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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一个产权 一个产权下面呢 这个就是 Due 就是Plex 那就是一个产权 两套房 TreePlex 一个产权 三套房 GaTreePlex 一个产权 四套房 那就以此一推了 投资房呢 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就是对于 那个首次购房者 是个不错选择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你在买了 这个房子以后呢 你可以把另外 那一套房 出租出去 这个叫做 以租养房 结构呢 例如一层两户 或者两层两户 另外Plex 就是三 三加一个产权 结构三层三户 或者两层三户 房东呢 大部分 就是最大的一套 跟这个地下室 连在一起 家庭医院 然后楼上呢 替你还的这个房贷 然后呢 这套房子就是说 等到它升值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把它卖掉 这个你可以收取 这个增值的回报 或者呢 有的人呢 就是为了这个投资者 在一收购以后呢 再加以装修 然后再重新售出 然后赚取差价 这种是也有 给大家看个照片 这种就是Duplex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门牌号有几个 信仙有几个 这个看的是Duplex 那么你看这个呢 这个就是有三个门 这个情况下的时候 就说不上来了 有的时候可能是Duplex 有可能是Kplex 你只要看到门牌号几个 如果门牌号是两个 那就是Duplex 门牌号是三个 那么就是Tuplex 但是如果说这块有个门 没有门牌号 那可能就是其中一个房东 它有个地下室在一起 那就叫Duplex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Tuplex 这边还有一个门牌号 一二三 那个简单一点 这一二三 这个也叫做Tuplex 这个叫Tuplex 其中的一个 就是两家共用一个屋顶 这个呢就是一个Tuplex 三家 这是一个产权 三户 你住一户 然后呢 房东把这两套出租出去 这个就是很多 中国朋友过来买的投资房 这个就是一二三四 那就是四套的 那么这个是一二三四 进去之后呢 四户 这叫Gatuplex 那么这个是一二三四 那么这个也是Gatuplex 那么这套是几套呢 大家看一下 数一下 那么这就多套了 这是一套 一二 这边上了两套 那么就是五套房 那就是Tuplex 那个魁省的大部分房型 我们给大家介绍这里 当然还有那种农场房 城堡 住宅屋 这种大家比较少 就是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发邮件 到高凡115雅虎.com 如果你要详细信息的话 可以看看我的这个网站 凡高home.com 还有我的微信凡高home 谢谢大家的宝贵时间 我们下次这个 下次见 我们下来里面 不敏